那我们来说阴灵犬 我们说阴灵犬是按治疗水湿的病症 一般的监狱湿的话都用阴灵犬 你看治疗当中跟湿血有关系的 基本上用的都是阴灵犬 首先禁止 第二个刚才老师说了 这条湿性的疾病 那么脾湿的疾病都可以用 源于这个经它是脾情上的血微 而脾更容易被湿血所困 因为脾洗澡不湿 对不对 所以湿血最容易伤的就是脾 那么因此它会治疗脾湿的病症 那么作为脾经能不能治疗腹壳的疾病 能不能治疗南科 能不能治疗泌尿系 可以记住了 作为脾经来讲的话 可以治疗南科腹壳泌尿系的疾病 因为脾主运化 可以治疗运化各种水液的 然后说脾呢 它跟腹壳也是关系密切的三个脏腑之一 所以它可以治疗腹壳疾病 那同时呢 也可以治疗南科疾病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脾经的主治 脾经呢 可以治疗南科腹壳泌尿系 简称南腹壳 好了 各位同学 希望你记住 脾经可以治疗南腹壳的疾病 而且大家会发现 在我们阴经上啊 说这个肝经 脾经和肾经 这三条经其实在主治上都可以治疗南科腹壳泌尿系的疾病 简称南腹壳的疾病 那么如果脾经加上脾胃疾病 那就是脾 如果要是肝经 那就是南科腹壳泌尿系 南腹壳加上肝打 那就是肝 如果要是南腹壳 加上这个 这个这个五官耳鸣耳聋 那么那就是肾 肾同时是那气的 对不对 肾主那气 那么另外肾为气质根 所以会出现肾不那气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会发现 原来肾经上 除了治疗南科腹壳泌尿系 南腹壳之外 还可以治疗五官和什么呀 五官和我们的肺席的病症 所以总结一下 族上的三条阴经 他们都可以治疗南腹壳 南腹壳加脾胃 那就是脾经 南腹壳加肝打 那就是肝经 南腹壳加上我们五官 及肺系疾病 那就是肾经的病 主治 这就是我们经脉所过 主治所及的特点 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三条经上的血位 大部分的主治 你都已经会了 好 那这些 是不是轻轻松松的搞定了 搞定了 所有的血位都具有精致 还背吗 不背了 你现在唯一需要记住的 就是剑尸 血案 阴灵犬 善治疗水尸的病症 小便不利 水种 等等那些都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 刚才老师说了 在禁谷内侧科 下园 那么一个血位是点 能不能广一个面 下园是一个面 那么要想成这个点 还得禁谷内侧园之间 好 大家来看一下图片 看一下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在禁谷内侧科 下园 和禁谷内侧园 之间的这个焦点 才能成立这个血位 主要在于这个 禁谷内侧科 下园 是一定要记住的 一定要记住的 好 那希望咱们大家在找的时候 按照老师这种方向 我们先找到这个 禁谷内侧科 下园 然后你再去找禁谷内侧园 那么此时这个焦点 是不是就 成立这个血位了 叫什么 叫阴灵犬 想到阴灵犬 是在禁谷内侧科 下园 你就得想到 在外侧那个骨头 叫肥骨 肥骨前下方的 就应该叫阳灵犬 阴阳灵犬 一对 一对 三阴交 玄中 一对 都在淮尖的上三寸 外淮尖叫玄中 内淮尖就叫三阴交 好 好 好